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天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為香港尋找一條真正的出路 真真正正能夠解決到問題 我們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一些事件 某機構某人處理某事不當 大家鬧一頓大家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 探討一些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磋狼去脈 同意最重要是提出一些具體的減決方案 有時我們會見到一些好的書 或者見到一些好的電影 我們希望從這些資訊裡面 我們能夠得到什麼啟示 學到什麼道理 可以應用在香港的 我們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最終我們希望是這樣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是政府 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你自己會怎樣做呢 我們很希望大家聽眾 可以打電話來和我們一起聊一下 我們的電話是2385-4492 2385-4492 2385-4492 我們今天探討的題目 其實都可以說是延續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 在香港的過去傳媒 不斷仍在討論著 就是現時地球的暖化危機 其實我們有什麼解決方案呢 今晚和我們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有金穎盈先生和馬國暉 那梁寶華今晚又繼續和我們去探討 因為梁寶華這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 過去很多年來 都有這方面探討過的 那我上次也介紹了 梁寶華本身 他自己是倫敦大學的 航空工程畢業的 那 好了 那最近 就是在那個電視媒介 好像有幾個節目說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那個BBC那裡 是嗎 是啊 星期一 就做了最後那一集 那 其實這些科學數據已經顯露出來 那為什麼一般的市民好像睡著了 全部都不遺疑這個問題 譬如好像京都條約那些 又否決了 那這一集BBC就去探討背後 究竟美國布殊政府掌證這幾年 究竟背後在搞什麼呢 那他就 一開始就指塵了整個布殊政府幕僚 真的不看就錯過了 我覺得 全部就是石油 石油汽車那些 那些 那些 工業那些 那些 工業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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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 那些污染嚴重到不得了 他們有句話 德州人做什麼呢? 你不要理我們 譬如我要開最大cc的車 耗人量最大的車 對,那些什麼? Hammer那些 SUV 大價的幾千、六、七千cc 這樣來到 另外一部分就是 其實那些科學家本身 NASA的科學家 或者氣象局那些科學家 他們已經警告了 有這些災難 譬如全球暖化 就像去年伊利洛州那邊 南部的風災 原來幾個月前已經有警告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政府呢 叫他 你如果要發佈 或者互聯網發佈 或者接受傳媒採訪 你必須要經過局方 否則呢 他說後果堪餘 那麼像內地的 是啊 後果堪餘 但是他又不說怎樣堪餘 即是怎樣嚴厲 後果是怎樣的 他不說的 有 政府就說 我們沒有啊 科學界好自由說的 不過我們都要去看看 他說我們的科學家都要看看 有什麼地方要改一下 政府也要看他在說什麼 就是要審查一下 他說不是審查 他說修訂 是啊 修訂 整個報告是 譬如出了一個報告 就是說 那個危機 災難全部改善 不確定 我即時想 阿醫療 不動此醫療 知道嗎 知道嗎 是啊 如果我們在 我們在 很了解現時的醫療問題 我看到一個 很相似的現象 其實那第四輯 其實解釋 剛才阿甘說出來 為什麼好少人 都不是很清楚 到底問題是這麼明顯 但是很多人都不察覺到 其實最主要原因 其實根本美國布殊政府 是不斷掩蓋這些資料 當一個科學家 想將這些資料公佈 寫到報告之後 美國政府就會將這些報告 是生改 修改了 令到最後的訊息 是出不了街的 其中有一個科學家 他違抗他們 他不能夠忍受 他的資訊被政府掩蓋 他就走出來說 最終他知道 你不可以收人家的口 在美國這樣 有時今時今的資訊 這麼發達的國家 他收不到把口 他只說 我都有權去看報告 都要做評論一下 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很多時候 我們得不到這個資訊 其實美國 比如好像布殊政府 是會掩蓋這個的 因為他背後支持他上任的 通常都是那些石油國 有關那些 跟石油有關的那些大企業 所以變成他說 那個報道說 布希是一個很忠心的人 你幫我一定幫你 所以他一直以來 都將這個危機 蓋低 讓美國人沒辦法察覺到 這就是BBC最後那一輯 第四輯 另外星期三又有另外一輯 就是科學透視 大家有沒有看過科學透視 我看過他 他怎樣說 他其實主要就是 那些科學家 他就去挖一些冰心出來 他最長是試過挖到2英里那麼深 那麼他們就會分析 每一層冰裡面 那些所有的氣體成分 或者有些什麼物質在裡面 他會知道每一年 那個氣候的變化情況是怎樣 那麼他根據那個冰那麼長 是可以推算到10萬年前的天氣 都可以知道 而且是準確的 其實他對這個溫室的危機 他感覺的問題會怎樣出現 我們過去聽過 天氣的變幻無窮 很極端 要是大雨 要是風災 但是在他們說法 他們怎樣說 他們預測的現象會是怎樣 他們根據科學家 他們的說法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個循環 冰河期是循環的出現 通常冰河期中間 就是一個比較暖的時候 氣候的 他們都發覺 其實那個冰河期之間 氣候其實都不是太穩定 反過來 現在我們 對上一萬年前到現在 它是反常地穩定的 氣候其實一向是正常地 比我們所經歷的更加不穩定 但他說的景象 其實好像那一齣氣是明日之後的出氣 他說變了冰 他說近來我們都試過幾次 通常是跟火山的爆發有關 他就說很快 是的 他說每年一方有大的火山爆發 那個火山裏面的那些塵埃 那些流化碳 這些這樣的物質 就上了在那個大氣塵那裏 那這些這樣的塵埃 和這種的流化物質 會在同水混合成為了 瘤酸 Sulfuric acid 那原來這種瘤酸 是形成水粒 是很亮的 就好像一塊鏡一樣 來都將那些陽光是反射出去的 那所以呢 每當我們那個有火山爆發 跟著呢 就天氣就會很冷了 那他很幸運呢 過去呢 那些凍是凍幾年而已 或者十年八年而已 就沒想到 如果我們一凍一百年一千年 那個情況會怎樣呢 他提過一千五百年前左右 即公元五百多年 其實試過一次是很巨型的火山爆發 那當時都引起天氣變化得很厲害 而且他說呢 還因此呢 改寫了人類的歷史 即是說得很厲害 是 那他亦都提過滿地河 Montreau的橋壁 Montreau 曾經有一次呢 就是突然之間天氣變得很冰凍 於是那些電纜都斷了 那家裡的電電停止了 那些人呢 就要開始燒木頭 甚至乎最後呢 那些人呢 就把那些傢俬呢 就當燃料那樣燒 那他說 幸好呢 那次凍就凍到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凍一年半載 或者大半年 有些什麼燒呢 我想什麼鬼都燒光了 那他可以給我看 想像得到 即是如果這種情況 如果是持續一些 嚴重一些 其實是 那個情況是不可收拾的 那這個是那個科學透視裡面 又又又 就是跟這個角度說 那我知道呢 在跟著來呢 在無線呢 那出明日之後呢 會再營 星期日 這個禮拜 又是明珠台 那我覺得有一點 好像當做預告那樣 因為他們所說的現象呢 是跟那出戲說的現象很相似的 那他也都提及到 有些科學家就開始看那個 那個海洋那些 那些暖流的移動位呢 他發現是已經慢了下來的 那你記得那出戲呢 基本上他們的解釋就是 當那個海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冷水的交流的那個活動呢 是一停頓了呢 那那天氣就突然之間變了 那其實呢 他說的那個方向呢 是這個方向看的 那他說原來呢 他們的那個測試呢 發現我們那個大海洋那個那個 那個水流的那個動動呢 其實已經真的慢了下來 那 那除了這個報導之外呢 那還有一個 那還有一個 最近好像 報紙又剛剛有一個 他說的 他說的 好像跟我們以前說的 很相似的 沒錯 蘋果日報在上星期 和昨天都有兩篇報導的 那他第一篇就是說 那個題目叫做十五年後 海水染曼谷 那麼這個報導的出處就是 泰國國家災難警告中心 即是國家級的一個報告 他說全球暖化之 那個同時呢 泰國這個曼谷有可能呢 被海水染沒了 現在時間就是十五年左右 那麼他就提議呢 要快快在微南海裡見過海堤 那我不知道我們特區政府 有些什麼 就是看過這個報導 有些什麼啓示呢 那我就暫時聽不到 他們會有些什麼 的積極的行動 除了說停車息時 都搞未搞定 那麼多年都 你說 譬如25點五度 這些是最基本 我們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說 去到一個 那麼嚴重的可能性的時候 究竟香港政府 會不會做一些事情 因為如果染得萬谷的時候 那麼香港也都不能後面 他在說十五年 我想他 都有一定的分析 是啊 他有些根據的 我覺得 你看看那個 好像那個英國那個 Stern Report Stern Report 是比大概十年歷史 那麼我在家 有一次 就是最近收拾一下 又收拾了 又收拾了 又看到一本叫Wellbeing Magazine 是2004年 好像九月份的 那麼原來裡面 有篇文書有講這個 那麼他有些資料 其實是挺值得 我們參考一下的 那麼他說 原來是英國有一間 最大的現縮公司 叫做CGNU 全名我都不太知道了 那麼原來他們的現縮公司 他們記錄到 他們因為 因為 天災的影響 那些 譬如房屋的毀難 那些 他們要賠償 他們要賠償 在1990 1995年 他們的賠償額 是1980年 即乘10年裡面的十五倍 十五倍 那麼你看到 那麼他說 他說呢 預測呢 在2065年左右 我們的 即是 地球的毀壞的程度 是會令到 我們那個經濟 是整個會 地球會是破產的 那樣 這些這樣的資料 很有趣 因為我們香港很少 即是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數據 全部都沒有提過的 他不會提這方面 現在的公司已經看到 這個是最近的事 1990年 1995的事 他說已經是十五倍 多厲害 好了 我有時候 和我的病人 我應該很喜歡講這件事 看完症之後 又說一下這件事 這麼巧 我昨天有一個外人 他是外國人士 他說原來 他幾年前 他在加州 他有一間屋 就因為那個山泥傾瀉 開始要倒下來 因為他在上面那裏 那些泥 即是鞏股得不好 流到下面的屋 影響別人的屋 那人家就要告他 每家屋 要告他一萬元 在支援署 他當時壓力很大 他覺得因此他病到 這是昨天的事 今天說起來 有一個病人 她是外國女士 她說她媽媽 她家在幾年前 在英國 又是遇到那些泥傾瀉 那些蜘蛇 那整間屋 就退走了 那現縮公書 要疲累很多 這些資料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 根本床樓都未聽到 但這個真真正正 是一個全世界 英國最大的現縮公司 公佈出來 他每年在這些天災 導致的賠償 已經令到他們吃不消 他說 比如在澳洲的Sydney 因為Wellbeing 是澳洲的雜誌 他說Sydney 這個大城市 根本就很快 沒有現縮公司 會受補他 因為那個問題很嚴重 另外 他另外一篇 就是說地球發燒 人口將盛五億 他很有趣 他就說 如果以現在的速度 地球繼續暖化下去 那我們的人口 最終就會由 目前的六十五億 死剩五億 當然他那個時間就很長 他說二一零零年 香港就不宜居住 二一零零年 就太遠了 但他這篇報道 他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用現在的人口 去做一個 劃分的界線 到三十年之後 地球已經是差不多 去到一百億人 死的人一定是很多 所以有些人就不停說 如果那個嚴重的問題 早點來 反而沒有那麼痛苦 你越遲來 就越多人會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拖後二十年 三十年才來 那就已經很嚴重 啊 啊 袁醫生 那我們現在 在這裡 指塵這麼多 這些 就是 很 很無癮的 數據 就是 聽到 你知道最近的股市 大家這麼開心 興奮合 有些 訪問他 就說 我坐在那一個月 就撿八萬了 我們現在又在這裡 說這些 其實會 就是 會有些人 不認為我們在這裡 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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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冷水 不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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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笑話 散佈恐懼 散佈恐慌 但是 我們都要貫徹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的宗旨 就是我們都很正面 其實 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到 其實那個報章 還有些地方說 我看回這些數據 他說 地球的溫度 最多只是升到八度而已 想想香港人 八度就是 冷氣開多些 是不是 香港 冬天和夏天 有八度的分別 就是沒有了冬天 就是no big deal 夏天就開多些冷氣 就是去游水池 去海灘多些 但是其實 其中的問題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很多地方 比如近赤帶的地方 變成荒漠 那樣 歐洲變成光沽了 那人類就需要 就大遷移 那當然去到一些 冷一點的地方 那樣 他說英國不力頂群島 因為四面都是水 那仍然適合居住的 但到時 寸金卓土 人口籌脈的程度 就像香港那樣 那到那個時候 就是 他們怎樣應付呢 他講的八度 我不知道 他講的是平均溫度 還是怎樣 因為如果你中間 普通升八度 你南北極 就已經升 不是八度 是一個倍數 其實八度 已經是一個 不能想像的度數 如果升八度 是 有位聽眾 留言給我們 他說 其實我們剛才剛才說 什麼流化物 流化物 其實是二氧化流 然後 哈零大修塊 他說 在空中 形成一塊 反照的鏡 將太陽光反照 所以 解釋到為什麼 在火山爆發之後 地球溫度 反而跌得很厲害 其實 好像科學透視說 其實是冷的 其實如果讓你冷和熱 你選誰 我覺得香港人選暖 好些 一冷起來 就什麼都沒有變冰 就是中不了東西 那就很快餓死 他也講到 另外講到現在 今天新聞報導 馬來西亞特大的颱風 死了幾百人 剛剛 我在地鐵來的時候 菲律賓146人死了 有一個新的 去了檳榔島 就是146人死了 其實這些颱風 在這個 12月的天氣 還在這裏 這個颱風的風力增強 是因為海面溫度上升所致 還記得 今次那個夏天 那個超 超勁的沙漠風球 那麼香港吹到四百 真的很厲害 我都 因為我經常在 爬馬地 這些經過 經常都看到那些樹 倒下來 那層四百多種的樹 根本就是 不是巧合 很多已經解釋了 其實我們看到 多方面的傳媒的報導 多方面的機構 都解釋 例如美國的 瑞士安拿州 他說 根本初初形成 在佛羅尼特形成的時候 風力不是那麼大 但是經過那個 墨西哥灣的時候 因為海面的暖水關係 令到這個風度加速了很多 五級 即是扣治成一千多人死 在美國死了一千多人 現在都還未廢虛 還未重建 但整個好像都已經 沒有什麼人報導 好像沒有一件事 差不多 是啊 那些人 記憶很 始終我經常覺得 為何 例如布殊 布殊有一個特別的因素 那些人捧他上台的人 他不能夠對那些人 做一些影響那些人的生意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政府 我經常這樣說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 你會說什麼呢 自己想想 如果這個現實是這麼可悲的 其實你有些什麼做得呢 目前來說 又不覺得有些人 能夠及時做到一些去挽救 不要說那麼多 現在股市升到閃閃聲 大家都開心 那就算了 那我又要 袁醫生你這樣提出 是啊 其實 如果這個是無可避免的話 真的要面對 如果從另外一些 高層次 或者遠離我們 其他地方 的文明 或者外星人 又會怎樣看我們地球 這些 我們今天其實會探討一下 這些解決方案 我們儘管看看 傳媒有些什麼解決方案 對不對 大家都看到 當時在那個 蘋果也有報道 他說 整個問題就是 經濟問題 和環保問題 你要取捨 當時報紙也要看 那我要怎樣去做救地球 他說 不用電的時候 關到電制 多些用那些涼衣 不要用那些乾衣機 用些省電的乾管 能夠用些充電的電池 多些坐火車 少坐飛機 將那個電熱水壺 調溫調到60度 即是不需要太滾 你倒下來 又要再攤動來喝 用些省電標誌的電器 少買新的衣服 多買二手衣服 香港百分之四十的人 那些衣服買了之後 從來不穿的 多吃些本地食物 少吃肉 少吃蔬菜 因為我們的問題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 所謂叫做 豐裕的生活方式 即是說 我們隨時隨地 都要吃到一些 過時的 即是不同的氣候的食物 我們隨時隨地 就要去到哪裏 就飛到哪裏 隨時隨地 資訊可以來到我們 就來到我們 隨時隨地 我們需要的貨品 來到我們就來到我們 其實這個不是必須的 只不過因為我們的 所謂叫做 Affluent Lifestyle 我們經常政府 希望我們維持一些 所謂叫做 更華的生活方式 好了 他就繼續說 他說 吃多些自小的飯盒 不要用那麼多購物袋 就棄掉家庭用具的時候 留意一下有沒有可以 循環再造 或者被人收購 或者跟人交換 這樣 多種樹 保護森林和樹木 多用綠色能源的產品 比如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多走路 單車 坐巴士 少開私家車 多要求政府簽訂 減少3% 費氣排放的協定 這個是英國每日 鏡布 當時的提議 在我同時 又好像在蘋果 有份報告 他說這些 這樣的方案 真正正 只能夠把這個問題 推遲幾個月 其實不是不夠 沒有料到 這個很重要 至少它是一個催眠的作用 某程度上 以為做了一些就可以了 做了一些就可以了 好像你分開廢紙 鐵鋁罐 膠樽 我做了事了 我畫到了 其實根本來講 他們分析過 做這些做完之後 最多是拖持幾個月 完全是不夠的 我們記不記得 BBC有前一輯都用的方力 和水力 他發現 就算用到 都能夠解決20% 於是 就訪問 James Lovelock 這本 他說 我們真正是 不會發放 那個二氧化碳的能源 就是核能 核電 大家也有看到這個問題 好了 其實呢 坦白來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卑 我們是不是真的 減薄生活 是可以解決得到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太遲了 已經是來不了 但其實我們真真正正 是有些好的 另外一條 解決的路向 我們在這個網站 我們都給大家 有機會去看回 我們看到的資料 大家都 過去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到 所謂外星人 這些這樣的說法 或者我給 幾分鐘休息一下 大家有機會 上這個網站 或者看這個網站 和聽我們一路講 你可以更加容易了解 我們講些什麼 好的 我們小優幾分鐘 就繼續和大家 繼續討論 當然我們可以 有時間 就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摺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摺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摺地器的治療 摺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我們又回到香港出路 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 袁醫生 我們香港出路 解決香港問題 為什麼會說外星人 可能有些聽眾 搞什麼啊 我們 講外星人 現在全球暖化 都包括香港 不過有個很相同的問題 這個UFO的問題 和我們溫色效應 很相似 就是UFO那裡 其實已經有很多證據 就是說已經是曾經來過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溫色效應一樣 已經有很多科學家 告訴你 是正在發生 而它的確正在發生 而很多人也都覺得沒有問題 這兩個就是 我覺得是第一個相似的地方 就是 人們看到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就會完全去看不到 當沒事發生 然後就繼續去生活 是 我覺得很相似 其實呢 我們記不記得 我們上一次是講一些 所謂乾淨的能源 比如水力發電 水力當電油那樣用 這些用水來行車 也都講一些所謂免費能源 這個概念 其實這個科技 其實有些的說法 根本是太空人 在不同程度上 是放料給我們地球人的 原來太空的外星人 其實過去這麼多萬元來 都是看著地球的 但是直至到 近年 是當我們地球 開始爆發 那個原子彈 那外星人 覺得 他就要做多些事情 因為 原子彈 這個武器 是會某程度上 是會破壞 那個 那個宇宙的環境 然後他就頻頻在地球出現 我們覺得 為什麼人們會對這方面有興趣 第一 真的很多人經驗過 見過 或者跟他們有個接觸 當然他就企圖 把這個訊息說出來 但其實 有某程度上 我自己的興趣 我從來沒有見過 雖然我認識一些朋友 我覺得是不會搜索的人 他們真正有這方面的接觸 他們見過 這些飛碟 他們的飛行軌跡 不可能是地球那些飛機 或者那些飛行物做得到 譬如很容易看到 你看到 飛的路軌 它可以轉彎 是90度角 或者是 在一個很尖的角度之下 是飛去特有地方 而且它的速度 是遠快 我就是在互聯網 都看過這些片 我自己做影場的 我不敢說自己是專家 但如果你讓我做那條片 都覺得 都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才能做到 即是在世貿 不是在世貿 那個官 我記得我看過一條片 有些人坐直升機去觀光 在紐約 看世貿 拍到UFO 突然走 如果你叫我在這條片 這樣做手腳 我想 以現今思之 要不就做得太真 太真 就會太大破綻 但你要做到這麼恰度 好處又很難 我過去看過很多片段 都是夢夢茶茶的 這個光 我看過都不覺得是否 有時候我想想 我們經常看電影 看慣的影像很清晰 不過又是 你一個普通人在街邊走 突然看到一件事 你拿著手機去拍 又要拍這麼遠距離 拉近之後 當然手機一定會震 機不斷地動 所以我過去看那些資料 都是蒙蒙茶茶的 我都覺得是可信可不信 但最近我們開始看到其他 一些網上資料 這個網站 或者我講一講 因為在我們的網上 都有寫下的 就是video.google.com video search question queue 等於UFO加conference 這個你在我們的網站 我們公佈的網站 其實都寫得下去 這個google的video 其實有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片段 其中一個比較 我覺得值得去看 就是那個UFO Conference 在墨西哥 一個墨西哥這方面的專家 就是講解的 這個conference 最近是2006年5月3日 一個小時33分鐘 那你在那裡 你看過google的video 其實有很多 這一類的video 但如果你直接上 irishuphology.net 你就可以直接找到 但我自己覺得 你只用video.google.com video search question queue 等於UFO加conference 就已經看到很多片段 這個值得去看 因為這方面 我覺得它拍的資料 比我過去看 是更加逼真 第二個資料 就是那個 叫做 www.disclosureproject.org 這個背後的人 是一位西姨 Steven M. Greer 他自己是一位 即是那個 急症室的主任 他在幾年前 放棄了工作 他致力於 將UFO和飛碟的資料 公佈於世 我為什麼要探渡這方面呢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乾淨的能源 我們需要一個高層面的科技 解救我們的能源問題 而這個資料其實已經有了 其實這個科技 過去一直都有了 很多地球人 或者他可能感應到 那個ET放的信息 是幫助他發明到這些科技 所以我們講的ET 其實那個UFO 其實就是說 我們外星人 其實是一些很善良的 原來是高層面的 比我們人類進化得更好的文化 其實他在想辦法幫我們 首先大家有機會上網看看 你會看到 你相信 你會感覺到 講這些話的人 不是隨口說說 講這些話的人的背景很好 譬如我們講講 譬如Steven M. Greer 他最近的conference 他的conference 他最近在華盛頓DC 在National Press Club 2001年5月9日 就邀請了21位 相當知名 或者在政府 或者官方 或者在不同的 譬如航空的部門 他們是有親身這方面的經驗 他走出來講他們當時的經驗 而他當時也都遇到 政府部門是怎樣 企圖 將隱蔽這方面的資訊 這位醫生 Dr. Steven Greer 他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就企圖籌錢 將拍一些電影 將這個資訊全世界公開 他過去在各地 訪問了四百多位人 對這方面有這方面的資訊的人 他於是希望 他最近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看的 你想去網站 你可以order到這本書 還有 他那個 2001年 那個會議 National Press Club的會議 他全部片段 你看到什麼人 他怎樣說話 大家可以去作為參考一下 好了 其實他都說 根本我們這個科技 已經被人知道了 但是有些團體 是企圖控制這個科技 其實這個科技 如果走出來 我們地球很多問題 是可以解決到的 經濟經濟的活動 其實最終活動的單位是什麼呢 是能源單位 如果我們能夠 這些免費的能源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地球 所謂貧富漁船的問題 很快自動會解決 因為我們不會再受這些 所謂的能源短缺 來奴役我們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探討 趁這個好機會探討這方面 我們會看到很多這方面的資訊 其中還有一件事 就是一本書 這本書原來1986年已經出了 那個作者本身是一個智利的作家 原來他自己有一次 是遇到外星人的時候 外星人就給了很多的訊息給他聽 他這本書最後 第一本叫做 《亞米星星的小孩》 第一本 最初的翻譯本是這樣 最近那個是2006年剛剛出的 叫做 《From the Stars, A New Dawn for the Humanity》 或者我叫Gordon講講這本書 有什麼訊息給我們呢 他這本書其實就是有一個故事的形式 帶出一些高等文明所應該具備的條件 他其實就說一個小孩 十歲的小孩叫比德駱 他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在海灘裡 遇到一個小孩的外星人 外星人就帶他去飛碟裡 然後就去遊覽地球 然後又去另一些星球遊覽 當中 這個比德駱很多不理解的東西 就會問這個外星人 這個外星人就叫做《亞米》 作者就是 外星人來說 他說地球 其實現在是處於一個 進化階段 危險的狀態 危險的狀態 一個進化階段 即是關鍵性的時刻 如果地球人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就會晉升到一個很高層次的文明 就是一個很和平 很有愛心的文明 即是沒有戰爭 沒有戰爭 大家都和平相處 亦都會和其他和平的星球 互相有交往 聽說 這也是挺有希望的 他初初的書提及 他說地球有危機 什麼危機都可以看到 地球的污染 溫室效應問題 很多新的疾病出現 以及恐怖主義的提升 戰爭和聯子彈 現在看到的是北韓 這些危機在 Berry問外星人 為什麼你不做些事情 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可以想到我們想什麼 他不用跟你談 他只可以感覺到你想什麼 為什麼你不去幫我們 他就突然間在一個大城市裏面 幾千個出現了 我們就相信你 很簡單 你有這麼高的科技 就把科技來幫我們人類 解決我們人類問題 當時 那個阿米點 怎麼解釋給你聽 他說第一 我們很難這樣做 如果我們這樣做 第一 你們的反應 就會當我們敵人 你們會打我們 因為你們的氣裡 都經常當我們是 邪惡的外星人 但最近這幾年來拍什麼 Tikken Tikken Tikken這套電視劇集 是講外星人的 外星人的 外星人的 Tikken 強戰世界是講火星人集地球 是否製造一種氣氛 外星人現在是很凶惡 想隨時侵襲我們 所以他說 第一個原因 我真的很難這樣做 因為你的反應 有些人會心臟病發 有些人集體恐慌 因為你實際上 你氣做的 你經常都是講這個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我不能夠即時呈現 我們在我們的人面前 他說 我會跟你講 將你們所有的武器 轉為生產的工具 如果我們這樣跟你講 你們會不會聽呢 萬一有些國家聽 有些國家不聽 如果聽的國家 就自己解了武裝 不解武裝 那些國家來 攻擊那些武裝的國家 那怎麼辦呢 到時又要我們來插手 他們說 這個有一個問題 他說 我們不會插手 他說 我們的人的演化 要靠自己去努力 去學習 Lesson to be learn 就不能夠我們 幫你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幫你解決了之後 很簡單 沒什麼好玩 還有沒有忍 他就說 這個第二個原因 我們是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你萬一 第二 你根本 國家和國家之間 沒有了這個信任 大家不團結一致 根本是 誰先去解武 然後 如果有些人解武了 有些人不解武 如果有武器的人 攻擊沒有武器的人 我們又要插手呢 他大概說了 有九個原因 其中有一個原因 會是跟我們的神有關 因為神其實 他最大的禮物就是 自由意志 如果我們說 要外星人幫忙 就等於我們說 為何神不阻止 譬如希特拉 或者阻止我們 那麼多場的戰爭 為何神都不做事呢 我想跟這個情況一樣 是不會阻礙我們的自由意志 亦都不會剝斷我們選擇的權利 這個只是一個 這個純因的關係 是的 我猶如希特拉 你自己 你自己不學到 好像這樣 考試那樣 我幫你考試那樣 那你對你有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這個課 就是我們人類 要學的東西 是要自己學的 那他跟著說 第四個原因 他說 我們在地球現在的結構裏 我們很多的 經濟 科學 社會 還有那個宗教的系統 在那裡 那如果我們突然之間 你地球人見到我之後 就說 我們應該好像外星人那樣 全部的 大家是 平等對待 每個人的自給自足 那麼我們這些 這樣的宗教領袖 政治領袖 完全是沒有地位 那就是 他們一定是 不會讓我們做這件事了 那這個是 那其中一個 一個 第四個原因 那他最重要的說 其實呢 學東西是要你自己學 你自己學到才有價值的 那其實他說 我師兄是在幫我們 那他怎麼幫我們呢 他就給 那些 放些資料 information 慢慢放 就好像我上次提過的 Freakonomic 其實最重要就是 就是資料 慢慢放些資料給我們 他說 其實在很多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放了資料給你 他說 自從你們發了第一個 我們已經很積極做這件事了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局限 我們不可以全面讓你知道 我們存在 我們只能夠是 在滲透方面 還有呢 他是放這個信息 有些人是接收到 他們會做事的 有些人是接收不到的 那譬如 他說 其實裡面拍過很多電影 很多人寫的那些書 其實都是他們放了的 就是科幻小說 是啊 其實他不是就這樣 沒有根據之下 做出這些 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其實他不斷在不同的程度上 其實都是在幫助你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 就是我們不可以代替你做 就是基本上 我們不可以代替去搞定它 那 我們都要很小心一下 小心把我們要做的事情 洩露出來 這樣 好了 他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那個飛碟 我們要你看到 我們可以讓你看到 如果我們不要你看到 我們可以隱形的 可以隱形的 即雷達都看不到 是的 我們肉眼看不到 雷達都探測不到 這些是我們的過去科技 那他們還不夠 現在那些隱形技術 是的 日本已經有了 你看過影片 日本已經有了 可以將一件衣服 你穿了之後 是隱形的 已經有這個科技 其實這些科技 所以我們那個外星人 在不同的程度上 是不斷地來透露給我們 他說要等到我們自己學 以及要我們到我們的成熟 我們那個提升到某一個 我們叫它團結一致 它叫我們Solidality 我們這個大 我們這個地球人 大家團結一致時候 它就會適當之後 這個關乎人類的靈性提升 是的 沒錯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 最後講到 當然很明顯 Barry一定會問他 到底神是什麼呢 他有解釋 神或者上帝 其實是沒有人的外表 不像菲德羅上一樣 有鬍鬍 還有白髮 最重要是男人來的 沒有特定的樣子 阿米又再說 沒有人類型體 它是無量無邊的生命的本質 是一個純粹的創造力 純粹的愛力 其實我們 為什麼要通過一個進化過程 有一個比喻 你如果不經過黑暗 你不明白什麼叫光明 所以進化過程之中 他們的高等星球是不可以干涉 但是可以在某些情況之下 可以一點一點幫我們成長 其實進化過程 他解釋就是 我們認識我們的本質 就是一個愛的力量 恢復愛的力量 他就說 靈性越高等的人 是應該越像小孩一樣 就好像聖經裡面說 耶穌都說 你要像小孩一樣 才可以進入天國 意思都是一樣的 這個是跟很多書 都很吻合 對於那個說法 就是神的那個界定 一個生命力量 無形無相 亦都跟佛家說的話 都很類似 是啊 基本上一致 其實是同一個智慧 同一個來源 我們很多不同的宗教 很多的 所謂有智慧的說法 其實是同一個來源 其實他都問 神是什麼呢 神就愛 他說阿娟你想像一下 你能不能想像一個世界 沒有compassion 沒有愛 其實如果一個世界 地球裡面是沒有愛 這個地球會有什麼現象呢 這個似乎 我們的祖國 有些做到的 這方面 怎樣 就是缺少了那個慈悲 是的 這是一個很難以想像 那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就是每一步 都是大家勾心鬥角 想著你 砌低你 怎樣來 take a vantage 這些 他說我們的地球 是不可能沒有愛的 他亦都問 有些人是很邪惡的 那怎麼辦 我們是否應該毀滅他們 我個人跟他說 其實我們不能毀滅他們 這些邪惡的人 慢慢地他會給他們多幾次進化 他會變成一個善良 那就是說 他就 剛才提到的譬如 如果我們不認識罪惡 我們怎麼知道善 善是怎樣呢 我們不能夠欣賞得到 所以我一定要有兩面才能夠 感覺到的 好了 他就講宗教 這是很特別的 講宗教 袁醫生 我要接住你 我突然我的思想 去了很遠 是 是 外星人通過我們這個 香港出路去散發 我發覺連生死都解決了 是 也有提到死亡這件事 在書裡面 我發覺是直接解決了 就是 人對生死的疑惑 是啊 沒錯 其實我們已經在地球上 有很多人 有這樣的經歷 其中 Steven Queen 這位西醫 為甚麼會對這方面有興趣呢 原來他生長的家庭是一個暴力 充滿暴力 爸爸媽媽的御酒 他媽媽是一半印第安人 他是一個好群群群 他說他只有兩條路 要不就變成一個御酒的人 到處打架 廉事鬥非 入了 入了 坐牢的 原來 但他有一次 他說為甚麼他不是走這條路 原來他九歲的時候 有一次 和三個朋友 在莎德納卡拉拉納 我也去過那個地方 我去那邊讀過書 他一次去玩 他突然之間 看到空中有個飛碟 是有個飛碟 他自從這樣的經驗之後 他對飛碟的外星人很有興趣 但他說很多年都沒有這個接觸 他突然之間見到 他三百人都見到 當地很多人都見到 但第二天的報導 就說沒有這件事 就是企圖掩蓋了 蓋了他 好了 因為他這個經驗 他就開始發奮圖強了 他很勤力讀書 每天就放學之後 去上班 回到凌晨1點鐘 考試全都拿了A 但因為他是很辛苦 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去讀書 有一次他自己運動受傷 他沒有去理他 也沒有錢去看醫生 於是他的傷口發炎到 出現了一個血縱痛 Septicemia 他直接昏迷 他根本上 他就差不多死了 在這個過程裡 他就上去另外一個死後的境界 遇到有一種 這樣的Energy 他的Avatar 可能是一個天使 不是一個人形 他感覺到有Energy 是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當時這兩個 我應該叫天使也好 他問他 你想不想回去 你還想繼續來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天台 他當時很想去 很開心 一種輕鬆 一種極樂 一種愉快感 但是那兩個天使 Energy跟他說 你有一個任務未完 你不可以死 於是他要回到地球 他很不愉意之下 就回到地球 他醒覺之後 他那些病 細菌感染 那些病都自然痊癒了 自此之後 他就很積極 將這個訊息 盡量收集資料 想讓更多人知道 當然 在過程以後 他有很多醫方面的接觸 到他 最終於成為一個醫生 在一個 祈禱鄉神祈禱 那夠不夠呢 他說你要知道 我給你一個譬言 如果你有兩個生命仔 一個在河邊 在河流浸死 第二個人 因為是很崇拜你的 他就繼續向你祈禱 不要去救他的兄弟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應該的態度應該是怎樣呢 他很明顯 他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神是不需要你這樣 即是麻木來崇拜他 神不是不需要你這樣 來做這些事情 他說 神是需要你 是顯示你的愛 如果你愛神的創造物 你就尊敬神了 他說 神寧願找一些不相信他的人 多於 只是當自己好有宗教 但心是乾沽的 從來沒有為地球做真正對地球 其他的生物做真正的事 而這些人 這些所謂宗教的人 只是希望自己得救 能夠perfect 這個完全不是神的意思 我要回應一下 你好像在說二千年前 耶穌講的話 另外網上 即是他指責一些法尼賽人 和那些民事 是 那麼像 另外網上有位朋友 Anita 他有個問題 How do you know that the messages are not from God 我想他問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又怎知道那些訊息 不是由神那邊來 我想他講的訊息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是的 那個外星人 比如亞米 其實 神在這個宇宙裏面 最終最終就是講那個愛 我們宇宙的最基本的定律就是愛 沒有愛 根本地球是不可思議的 是不可思議的 那麼他最終就是問 他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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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神要製造宇宙呢 他問這個問題 他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 那麼他當時呢 原來呢 他帶了Buriel去一個大陸的星球 那星球是吃素的 他說我們不應該吃動物的屍體 但是他製造的食物是蛋白質很高的 口感就像Warnet一樣 他說 我可不可以帶幾個給我的 給我在地球睡覺的那個祖母呢 他當然帶了幾個 他就問回他 為什麼你會帶這些食物給你的祖母呢 當然答案就是 因為他很愛他的祖母 他想把好東西來分給他 他說 神為什麼製造宇宙呢 因為神愛我們 祂想我們分享享受我們這麼美好的宇宙 那麼這個就是他一個很簡單 在這本書做出來的答案 那麼他說 很有趣 他說我這個信息給你 我希望你能夠寫這本書出來 但是你寫這本書 就千萬不要說你跟外星人接觸而寫這本書 你說這本書是一個科幻的小說 寫得好像童話那樣的 其實我每晚都讀少少少給我 給我九歲半的兒子 整個故事就好像那些小孩子的story book 但是你看背後的道理 是簡單而直接 就是我經常很強調 真理是會員最後一個是很簡單的 是我們的地球人 是將我們很多的資料 是複雜化了他的 這本書是很值得看的 就是我剛才聽了你和寶華卿講 就是這一個 其實我們地球上的宗教 本來應該是做這件事 但是反而我們的宗教是變了宅外 還有沒有進化和後退 如果我聽這一個 就是很明顯 應該是令我們更加 愛心 反而是帶來戰爭 我們現在的戰爭 某程度上是一個聖戰 就是一個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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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的教義裡面 都是講神是愛的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在講一個雙面神 就是神 他簡單來說 他整套教義可以用一句說話說出來 就是神愛你 如果你 123456出發 有條件的 全部都是有條件的 那就是跟人一樣 沒錯 就是因為你說神是這樣 人其實最大的模仿對象就是神 譬如你基督徒 最終你要做到什麼 你就要做到好像基督一樣去生活 但是當你告訴別人 神是一個兩面神的時候 你就會好像現在這個世界 你不悔改就走 即他的愛是不是 淫不到天堂 你不相信他 你臨終不領洗 你就淫不到天堂 這個完全不是神的意思 一個神 一個全智慧 全愛全能的神 不可能做出這麼光芒的設計 即是背後有把刀在這裡 即是他跟你像一個很慈悲的爺爺 摸著你的頭 但後面有一把刀 會不會呢 會不會我們這個世界 現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神學 出現了問題 他不會有進步 因為他告訴你 我知了 他有所有答案 他就不會再去探求答案 而且他不讓你去探求答案 所以他就告訴你 那個 知道了 是這麼多的 也不鼓勵你問問題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多啟發 剛才聽到這個 即是說 即是外星的文明 即他們的看法 已經是 真是讓我們地球進步 我們還在這裡為了一些 對神的看法 互相殺戮 即是這麼多千年 越來越厲害 別人已經 即是別的文明已經 不需要為這些 即是也都沒有這些爭戰 即是他們已經進化到 其實我從這個角度 會不會 即是我 我可能 看得 即是 幻想些 即是覺得 即是 即是外星人 通過我們 即是這些節目去 去講 即是 我會覺得 當然會有可能 其實呢 你會看到地球上 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國家 為甚麼這本書 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書 不是英國 不是美國的作家寫 是在南美洲 智利 他本身是個智利人 要經過他來寫 即是 你會看到安排 是這麼奧妙的 袁醫生 是 不如我們 又休息一兩分鐘 我們講這個 topic 又講得這麼熱烈 不如我們可以延長一下 來講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唉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 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嘩 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 分享一下 給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 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掙扎來毀滅其他人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科技能量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很危險 他經常說 我們的地球危機就是這 很多星球過去 是因為他們的科技發展 和人民的愛心發展 不吻合 於是他被科技毀滅了 我記得我上一次也提及到 我們過去人類 如果我們只是有弓箭 斧頭 如果大家發惡的時候 殺傷力不大 但當我們有核能的時候 我們的殺傷力也很大 已經可以足以毀滅整個人類 很多次 萬一我們有一些無窮盡的能源 你可以從廚房裏 做出一些能源 這些能源可以一直來 一直增加 可以說任何人 有能力毀滅這個地球 你自己想像一下 這樣的情景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過去是沒有 有哪些人會做 很少人會做 就算有科學家做到 其他國家看著他 像北韓一樣 其他國家看著他 不讓他做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天 有招一日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 懂得去拿一些很便宜的能源 我們都有能力 把這個能源發揮 我們要做的地方 如果我們沒有 所謂團結一致 沒有這個愛心 這個世界是很危險的 即是沒有一個先進的思維 沒錯 他就說 他一定要我們去學 他不可以幫我們解決 就像沈粉仔 你家裡教兒子也是 你會不會見到他不懂做功課 你就幫他做了先 即是考試他不行 就幫他做了 即是你看到 即是我們人都不會 都覺得這個這樣的做法 不是一個有效的做法 人要自己學 其實呢 他說我們人裡面 是不斷地去 即是我們死了之後 我們離開我們這個時間的空間 就去另外一個時間的空間 那麼跟著呢 到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回來的 然後我就重新再學習的 他給了一個很好的比喻 他說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的人類 其實愛呢 那個層面是高於古時的 你想想是 即是我們以前 我們那些人生活什麼地方 秦楚皇時間 皇帝 要你死就死 要你老婆 要你女兒 就隨時可以做到 即是其實你是生活一種 這麼惡劣的環境 這麼殘酷的環境 但當時如果 當時是忍受到的 即是如果今時今日 叫你去做奴隸的社會 你要怎樣 你簡直是不能夠痛不欲慎的 即是說呢 其實今時今日的人 跟以前的人是不同的 以前的人 是這麼殘酷的環境裡面 他會生存到的 但今時今日的人的 靈性是超越了很多的 我們地球裡面 很多國家 都去講求民主 講求每個人要有自由 我們好幾十年前 已經有黑奴制度 有奴制 其實很多社會 跟我們現在是相差很遠的 其實人的愛心 水平主要是大於以前 其實我們的人類 一直在進化 他說 我們經常講 Atlantis 很多千年前 我們地球進化 萬多年前 萬多年前 我們進化到一個很好的階段 突然之間 我們那個科技 好像說 我們沒有團結心 沒有愛心 我們科技就殞滅了人 當時 他就將人類 有些所謂 頻率高一些的人 他有個幾百之類 他將人 突然之間提升了 拉來了地球 我記得有些宗教團體 都在講這件事 到我們世界每天的時候 神就會挑選我們 信神那些人 就會突然之間被他提升了 其實是很相似的 不過什麼叫做信神不信神 就是那個快點有些不同 後來那刻悔改 希特拉都可能上了天堂 上了天堂 你想一下 你能看到 其實他帶Buriel去其他星球 其中星球的人 他跟我們的人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呢 有些地方的星球 生物是跟人不同的 譬如那個星球全是水的 當然我們不會兩隻手兩隻腳 投生在我們上面 就是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結構 那裏的所謂生物 就好像魚一樣 好像美人魚 他就說 為什麼他要傳亞米來呢 因為亞米那個地方 星球的人 是很像地球人 他看著他 就像個小孩 但只是頭髮白一點 沒那麼害怕 他穿的衣服 就像白人一樣 他是智利人 南美人 我看到亞米覺得好像白人 那個小孩 但是看他的樣子 他說 他看我的頭髮是白的 他沒有說幾歲 他可能幾百幾百歲 他說 其實我們的人的進化 就是不斷地學 學完又再學 學完又再學 其實呢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人類的靈性 其實是一直提升的 希望投生到某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跟宇宙其他 高等的生物 可以結合了 但如果我們未到這個階段 他就不可以 不可以提升到那裏 不可以見到他們 但如果我們的信化 是令到我們的愛心 團結是不能夠 不足夠的話 我們自己的科技 就會毀滅我們 Atlantis 在萬多年前 是這樣毀滅的 他依說 去不同的科技 不同的地方 他見到一些人 就是祈禱 整班人祈禱 其實他祈禱什麼呢 很多這裏 隔壁的星球的人 是將他用一些 叫做 一種軟程的感應 是將他這個愛的信息 是給地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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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件事 我看到這一段 我就立刻想起了 其實十年前 我就有這樣的經驗 我研究宗教 研究神 從中學開始 一直去追尋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博愛 我想了很多十年 從來 我對宗教 始終覺得 有點不太自在 很多人 小時候我去到教會 有段時間 我又回到很快 但總是覺得 答案不在那裏 直至十年前 因為我很記得 因為我兒子是九歲半 那時候 我太太懷孕 我又在床上 突然間 我有一種感覺 就覺得 心那種 好像開出來的感覺 那種感覺 就好像 有一個訊息 告訴你 你就要用你的心去向人 你當時就感覺 哦 原來 極樂世界就是這樣 我只能夠 講回我當時的經驗 當時 就像我們看 Chaka 一個輪一個輪 它的意思是 你要拿你的心 你的愛 對人 要這樣 一個圈 一個圈 這樣 愛 當時就很開心 很愉快 當時你就感覺 哦 原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好了 自此這個經驗之後 我發現 我做很多事情 都是 上天好像 兵兵莊 安排得很好 給我的 比如好像 我們最近講的這個資料 無端端 我就去那個圖書館 我從來都不去 就見到地理雜誌 那份資料給我 無端端 我朋友 在今晚 今天早上有一個E-mail 原來 原來在最近 發現了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鐘 這個鐘 這個鐘 是剛剛發現的 在希利那個站 發現的 原來 當時的鐘 大概是公元前 一百五十年 一百六十年 二千幾年 它能夠計算 那些天時地利 好像現在人的電腦 先進到一千幾年 這個鐘 是最近發現到的 我經常講 古文化 是有很多 很深奧的科技 我經常講 針灸 我們經常講針灸 我們經常講針灸 就是針灸 會怎樣 怎樣形成 怎樣去發展出來 有一種講法 古時的人 在戰場上 打架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 被那些戰 射到身體某一部分 然後身體就有些變化 或者有些病就好了 經過很多次數 這些經驗 我們開始了解 我們越位的位置在哪裏 從而去了解 我們的經濟 我心想 今時今日 我們有這麼大的醫院 做這些統計 都不可能做到 怎樣可以呢 就說 可以這樣的 意外裡面 by trend 遇到這些 那些 point 這些穴位 是令自己身體 怎樣改善 很明顯 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 不是一個 是一個高科技 是一個 可以說外星人的資訊 來的 你看看易徑 這麼深奧的事情 不是地球人 當時的 是做得到的 其實今後呢 解釋宇宙的運行 規格 是的 很厲害 你想想想 這個不是一個地球當時的文化可以做得到的 好了 地球人在哪裏 有一次我聽過進化論 科學家解釋 動物如何進化 大家都知道 但我成為一個疑點 如果我們是用進化形式出現的人 譬如我們看到 它好像一把傘一樣 即是不同的 有一個基神 譬如那個爬蟲動物 慢慢變成 有些變成魚 有些變成捕魚動物 你看看 如果我們變成一隻狗 狗 有大狗 有小狗 有Saint Bernard 有Great Dan 有Chihuahua 很小的 你看小鳥 有貓頭鷹 有鷹 有白鷹 完全是不同的 但都是鳥 但有不同類型 是的 但為何人不是這樣 如果大家進化 你都應該是有些人 可能有多隻眼 或者後面有三隻 有些大跌隻隻手 應該會這樣 但全部不是 只是人 突然之間 有猴子 有猩猩 有小猩猩 有Oretango 很多這類的人 對 為何人 突然之間 只有一個這樣的人 有這麼高智慧 除了皮膚顏色 有些不同 臉的五官 其實又是 有十隻手指 十隻腳指 走到那些骨 那些筆落完全一樣 你說進化 簡直是很難的 當時我提出這個問題 那個講者也解釋不到 你怎麼可以進化 突然之間 一枝獨秀 這樣出現 其他東西不同 其他沒有其他 低少少的人 總沒有 一是很低智慧 一是很高智慧 一是很高智慧 很明顯 人不是這樣 看回聖經 其實人在外星裏 在某時候派了下來 這是合理很多的 即將那些基因放在地球 讓它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它其實進化論 某程度上 都是跟創作論 完全相對 所以宗教的朋友 就不承認這個進化論 總是為了論戰、不戰 如果被他們拿武器 就會互毆了 已經在靈性的層次 互毆了很久 其實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創作論和進化論 在神的角度沒有分別 不過他一定要說創作論是對的 因為他要配合聖經 涉足到聖經的講過 因為聖經說是創作論 所以他一定要是創作論 就不容許別的解釋 對 其實我剛才提出一個疑點 譬如 為何我的星人Amy 問Berry 為何你會帶你這些蜜祖 或者蜜祖的食物 給你的祖母 他的動機就是因為 他想把好東西給他 好了 在地球裏 我們要有一個地球 我才會有人類再去創造 到底有一個先後的次座是什麼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大家有機會可能讀過量子物理 我會強行讀 我讀完之後我都不明白 到時候 我拿回讀書都不明白 有一次 我就問我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物理的博士 他說 其實我讀了量子物理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拿回幾乎 我看幾乎 我一想一下 不知道當時是怎樣做 他告訴你 其實很多博士物理學家 都不明白 其實都不明白 我經常想 我起碼有一天 如果我兒子再讀 我跟他再讀一次 我可能真的可以讀到明白 考了試算 我看回數據 我完全不知道 當時我讀過什麼 好了 最近我一個病人 介紹一出一出 DVD 他的出句名叫 What the bleep do we know 很棒 很棒 What the bleep do we know 即是 What the heck do we know 叫做 Down the memory lane 我就馬上去H&B買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電影版本 其實不是電影做過的 一個是DV版本 一個是Platinum版本 是360分鐘 好像六小時 大家可以聽 因為從那裡 我們那個靈性的spirituality 跟我們那個量子物理 是解釋了 即是其實 在最終最終 我們在量子物理 已經解釋到 我們的思考 就是決定我們的宇宙 我們的宇宙 就是我們的思考 其實在量子物理 思考是能量 沒錯 其實我們的思考 是可以將事情發生的 我經常都 過去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們香港健康大行徒 經常說什麼 我經常說 我們人類出現過很多 所謂偉人 政治領袖 比人家更厲害 帶動我們 但我們人類好像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善過 這是越來越差的 我們得到一個感覺 其實神的安排 神的安排 神的安排 是一個公平的安排 要一個聰明人 來解決你的問題 幫你補貨 是不公平的 你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只不過有個人幫你做了 我覺得神的最公平安排 其實將來做什麼 是靠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做少少的事 我經常在香港出路的節目 經常很強調 如果我們這樣去想 真理是很簡單的 而地球的所有問題 其實要解決 都是很簡單的 只需要我們每個人 做一個少少的事 好了 那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想那件事 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回《What the Bleep》裡面 講的那個量子物理解釋 其實我們的思路 是會 我們什麼叫做reality 其實在那個量子物理學 其實那個reality 就是我們的 即是我們的Fort pattern 即是說 如果大家了解 這個這麼簡單的真相 其實地球上有很多問題 我們自己去想一下 自己用心去 即是有心去 企圖去幫它解決它 其實很多人 就會同時感應到 一個相似的答案 很多時候 我十年前 這個經驗之後 我不想到很多東西 接著我看回很多這方面的書 譬如有一本書 好像說過《南美洲》 他去找答案的 那個叫什麼 《Celestine Prophecy》 是 《Celestial Prophecy》 是吧 當時的第一本 我幾年之後看 我想到很多的感受 跟那本書說一樣 其實我覺得 好像外星人 他講 其實外星人 他不斷放這些訊息給我們 如果我們有些人 是感應得到它 我們就會想到 其實 想到的方向是應該怎樣 想到最終的解決方向 就是應該怎樣 其實外星人 是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斷放鳥給我們 好了 其中一個放鳥的方法 就是那個 Fill Crop 在英國 是很多這方面的 Crop Circle 或者Gordon可以講講 Crop Circle 那些人叫墨田圈 這個大概是七十八十年度開始 就開始在英國出現 初期是比較簡單的圖案 到最近是越來越複雜 即是說突然間一夜 一夜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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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靚的出現 很整齊很靚 幾何圖案 很漂亮 通常都是夏天 每年的英國夏天 四月到八月之間 在一些小墨田裡 一夜之間會出現 通常都在一些特別的地方附近 比如Stonehenge 即巨石鎮 以及一些古老的 一些古蹟的地方附近 其實每年都有幾十個墨田圈出現 來說 最近這幾年 曾經有人拍過一些影片 拍到一些光球 在墨田圈上飛來飛去 飛完之後 墨田圈就會出現 曾經有人拍到這些影片 日後都拍過的 即是人基本上 沒有可能做到這麼完美的情況 有人曾經在這裡 想說踢爆 我也做到 半夜三更 去踩一些草 但你想想 如果一夜之間 你看回他們的圖案 是沒有可能做到 即是一夜之間 以人手 另一方面 也有科學家 去檢查小白的狀況 結論發覺 類似一種輻射的熱效應 因為小白草不是截斷 是屈了 彎了 彎了 他發覺 在墨田圈中心 那個輻射能力是最強的 類似一種輻射熱效應 就像人手這樣踩踩踩 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其實這些東西 過去好像Mel Gibson有出戲 我出戲 我當時沒有看過 我看過 他當時最後的結論是很懷疑 是吧 他其實就是 暢衰外星人 有些經歷 他說 這是一個訊號 其實就是讓外星人知道 什麼時候要來 攻擊地球 攻擊地球 OK 如果主角最後 用一個網球棍 打敗了外星人 好像那本書說 其實地球人 如果一陣子出現 地球人 對他一定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友善的 還有 如果外星人 有這樣的科技 能夠來到地球 可以 飛碟可以這樣飛發 他的科技 遠遠足以毀滅我們 如果他要做 他隨時做到 是吧 如果他已經有足夠的能源 他用不來搶我們這些石油 搶我們這些金 他已經不是那個層面 是吧 他已經能夠在宇宙裡 吸取無窮盡的能源 所以假設這些恐慌 簡直有時是不可思議 我亦都看到 有些人說 這是半夜三間做出來的 好了 但今時今日 有沒有人走出來供應 出了這麼多個這些 物體沿圈 有沒有人說 不好意思 是我玩的 是我玩大家 有人試過玩的 但他做出來是很粗糙的 很差的 看什麼這麼差的 其實阿寶華 其實他這些做出來的 他意義在哪裡 其實有很多技術衡量在裡面 因為最近 剛才梅宇宙找到一個網站 他就說 有人分析過那些 所謂墨田圈裡面的資料 是設計了一個 可以反重力的裝置出來 反地深吸力 反地深吸力 即非怎樣用呢 可以減輕一個物質的重量 就是用一個 微波和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這個所有細節 原來在墨田圈裡面 暗示出來 即是秘級來的 即是比較高層次的人 就會看到 是的 即是人高層次 就會看到 原來這麼厲害 可以在那裡拿到一些資料 因為我們看到 在自營界 我們有很多些 有一個pattern 有一個vortex的pattern 比例是一個數學的比例 你看這個現象 是經常遇到的 原來在墨田圈裡面 其實很多這方面的科學 科技的比例 是放了資料給我們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 我覺得很難了解到 我們想說什麼 那個網站 很容易叫做 Cropcircleship.com Crop C-R-O-P Circle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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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I-R-C-L-E 是做出來的 即是說 那本書所講到 其實是 人類 即是 外星人 是不斷放料給我們 而那本書在1986年 我很可惜 如果Gordon不介紹我 我都不知道 哪本書傳送 我們剛剛這幾個禮拜 他出了中譯本 我才知道 好有趣 這是西班牙本 有英文本 只有本 只找到第一集 可能也有其他的 還未找到 我上去Amazon 都找不到第二、三集 英文本 可能沒有 那可能中國人 就福氣好些 看到台灣人 看到台灣人 學者翻譯 好了 原來這本書 是在 好像委內世 那個教育局 是推薦的 甚至 過了一世的 教宗 教宗 都推薦 都推薦 他全球銷量 是超過250萬本 啊 即是 香港人不知道 有多少人 這個書名 再讀多一次 阿米 是嗎 中文譯本 就是 阿米 星星的小孩 星星的小孩 第二本 就是宇宙之心 第三本 就是愛的文靈 在樓上賣台灣書 的書局 都找到 買得到 普通的書店 找不到 這麼有趣 三年 商務都找不到 例如 諾文 開益 就找到 樓上的書店 另外 我想補充一下 甚至少的時間 關於 UFO 飛碟 可不可信 其實 已經 有份量的人 出來公開說 舉個例子 9月25日 是加拿大 之前的國防部長 保羅海爾 他在多倫多大學 有一個演講 其實他就說明 外星人一早就來地球 只不過美國政府 和他的盟友 政府 刻意掩蓋 所有關於 羅茲威爾 飛碟的 墜毀事件 所有其他有關的 屬於 最高層級的機密 其實很多美國高官 政治家 都不知道 裡面的真相 另外 今年5月份 在英國 因為有一個 資訊自由法 國防部 解密了一批 高度機密的UFO 研究檔案 這是真實版的X-Files 其實UFO是真實存在的 而且裡面有些檔案 說美國的空軍士兵 都曾經用手摸過 飛碟的外殼 另外 有些飛行物米 曾經差點跟 一架737相撞 二次世大戰之後 邱吉爾 英國首相 曾經下列調查UFO 秘密調查 基於國家安全的關心 後來空軍調查 回覆 他說 沒有證據 顯示UFO 對國家安全有問題 他不需要知道 他不需要知道 即是說 沒有安全的問題 暫時 沒有打理 那我就知道 好像 Jimmy Carter 和Clinton 都有同樣的 在他在任的時候 都要求 國防部放這些資料 那他用很多各份的clearance 你沒有 即是要很多層面的通過 你才可以拿這些資料 結果他們總統都拿不到這些資料 而且在2004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目擊事件比較轟動 這個就關乎墨西哥的空軍 就是當時2004年的時候 3月份 墨西哥的空軍 他們執行一個 例行的販毒巡邏任務 他們無意中 遇到11個UFO 而且他們用一些紅外線的攝影機 拍了出來 因為他們當時用眼看不到 紅外線攝影機才拍出來 他們拍了一段片段 後來國防部長 就答應公開在電視上放一些影片出來 就由一個專門研究飛的記者 去負責他發放這個信息 那這個來說 你想想 如果空軍國防部長 他不怕被人笑 被人罵他 能夠這樣公開做這個 你相信他們已經是相信UFO的存在 好像看過這段片 上網可以看得到 不是上網 不知道在Discovery那些有播過 因為這段片已經很多通訊社都拿得到 路透社那些都拿得到 因為電視台已經播出 我從網上看到那些 那些ET 就十足十足 好像出氣的ET 那個樣子 即是他們有些根據 即是他們不會就這樣 好似的 曾經出現一幅ET的樣子 是呀 好像小時候小孩子 眼睛大大 眼睛大大 頭大大 手很幼 真的很像出氣 那Steven Silver 是否有些少少 即是這些資料實在太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研究 從網上開始 我想你真的每晚都很不空 有很多資料看 哈哈哈哈 那說回這個醫生 一個這樣的西醫 是一個很惡劣的家庭環境成長 然後自己很生性 他自己一個九歲的經驗 這是第一次見到 他真的親眼見到那個飛碟 自此之後 他就不斷地來追尋這方面的真相 十多歲的時候 曾經跟ET有直接上海飛碟 是呀 他本書有講過的 是呀 他有講過 他曾經在山上 有個衛星人帶著他上海飛碟 一起打坐 是是 他打坐的能力是很快 有一次本書有講 他去學過TM 他第一次一做 他就馬上去到那個境界 因為他以前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他很容易去到這個境界 三摩地的境界 是呀 是呀 但是他們的他說 其實這些是 這個文化和他所帶來的訊息 是一個好的訊息來的 就是我們地球人 是絕對不需要怕 我們是希望 是早點這個真相 是給地球人 讓大家會知道了 那本書呢 我剛剛才訂了回來的 但是其實呢 如果大家上網去看 其實很多這方面的資訊 在我們的母聯網可以看到 Hidden Truth Forbidden Knowledge Hidden Truth 是 隱藏的真相 被禁制的知識 It's time for you to know 這個我相信 就是英文版 中文就應該暫時 暫時未有的 那網上呢 有一位Fry Juergen說 最近呢 下星期開始了 中醫都可以寫醫生子了 這樣 今天了 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 一號 這樣 那 他說呢 會不會中醫又變成醫管局 另外一個霸道的機構呢 那其實呢 我們從頭到尾呢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開場白 我們的Better Hong Kong 香港更好大行動呢 一直都在說這件事 他說呢 其實呢 很多的專業呢 最終最終都是陰謀對付群眾 那這個其實不是我說的 其實是蕭白狼很多年前都說的了 那我的經驗呢 覺得呢 很多 就是專業的人士呢 早期呢 就站在群眾那方面 是爭取 那個 就是 那個公平開放的 的制度 但當它被認可了之後呢 他們往往呢 是站在建制那方面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人類 為什麼過去的問題呢 是假來假去都解不成 這個原因來的 是絕對是絕對有這個可能性的 當他們 拿了權 就是有權有勢的時候呢 他們的行為呢 就會好像西醫過去 對中醫的一色一樣 中醫要用這個的態度呢 對其他醫 我也覺得相似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 在網上呢 看一些 就是看一些報紙呢 那他說呢 現在中醫呢 可以開架子呢 他要學 好像學西醫那樣 要用那些病的名稱 是 即是說不可以用什麼 即是 外感染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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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那些 咦?整整一下用什麼 咦?又是西醫來的 為什麼是這樣的 因為在中國中醫的訓練,他們基本上很像西醫 我有一次去成都中醫學院去參觀 因為當時我又去作他們的嘉賓講關自然醫療 我有機會去看,他給了一本校巷的簡介給我看 我一看那個簡介,我完全都尋找不到半點有關中醫的樣子 全部講他用顯微鏡,用X光,怎樣去做,怎樣化現 成本的研究,你怎麼看得到呢?好像西醫學院一樣 一些中醫的資料都找不到 中醫有一個危機,很多老中醫都提到這件事 如果我們將中醫變成西醫化,中醫有很多精髓可能會消失 最可貴的那些 現在這個遊戲都是以西醫為主導 加入他們的團體,用西醫那種斷症的方法 不過他只是主要一個病名 在中國的中醫,他要做西醫的斷症,但也要做中醫的斷症 即是他用白肝辯症,他也要再做,或者狀腑辯症,他也要再做 即是中醫要懂得西醫的診斷,然後他用中醫的診斷 再用中醫的方法去醫病 其實我始終覺得自然醫療,中醫,同類療法 其實是一個很深奧,是意學難症 於是很多人的經驗,發現他去接觸這類醫療,經驗好像不太厲害 其實我也承認,好的醫生是不多 但問題是,幸好人的身體是不是靠醫生好的,是靠自己好的 主要能夠了解這麼簡單的道理 好過醫生不夠,其實不是一個大不了的問題 我們下星期邀請到香港的另外一位西醫 大家都認識他,盧永樂醫生 我們都很好,下次很開心 他就肯來到我們節目,和我們探討香港醫療的問題 其實我們講來講去,我們不是反對西醫 因為我解釋,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我家有五個西醫 我又不是反對專業人士 我家什麼鬼人都有的,律師、阿杰齊 我都有的,所以其實我不是反對 我只不過說,香港現前面對一個很緊要的問題 我們怎麼去解決呢 我希望盧永樂到時可以和我們大家 用我們的腦,也用我們的心去探討一下 香港的醫療問題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從愛心出發 那麥田圈那裡,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覺得真的有時候,一目勝於十行 你看到之後,你會覺得很有趣 很震驚 這些圖案,如果是拿人跟你開玩笑來做 其實是為什麼呢? 他做什麼呢? 今時今日,有沒有這些物電圈 又要被人拘捕 是呀,你毀毀在破壞 或者可能這個原因,他不出來 或者這個原因,他不肯出來 不肯承認是他做 不是呀,你走進去也有些難度 其實是難的 我覺得是我們的科技是幾難做 就好像金字塔那樣 金字塔為什麼可以以前有這樣的科技做到呢? 我最近也聽過有人提議 其實金字塔那些石不是一塊塊地搬上去的 金字塔的石就好像我們做那個水泥那樣 我們做了一個帽子,在上面倒帽 那些石就可以營結出來的 其實如果你這樣解釋,其實也能解釋到的 即是我們那個混合土不是現在人才有的 或者以前當前人都有 就不是一個大石般搬上去 即是他用一些滷滷滷上去 即是看電影那些這樣 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就用水泥那樣去到時做 一塊就這樣做出來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呢? 有一本書叫做有沒有看過雲海的書 我的名字我聽過 聽過 我聽過,但我真的就 我就沒有機會 那些人講一下飛碟 那些比較神秘現象 那些 是嗎? 我好像有人送過幾本書給我 那些有個私人網站 是嗎? 好的 其實我們經常講 其實地球上 世界上很多很多 我們叫做like-minded的人 我們都是講同樣的東西 不是說我們發明的 不是說我們講 我們講要香港起那些提霸 然後泰國那個高官又聽到我們講去做 其實我相信他老早已經想到 這些東西是用一個基本的常識 基本的常理都可以想得到的 那這個要九加二了 然後沿著珠三角 三分一起做 聽得來都浸了 我想 其實我聽到大家 還有今天的談論 其實我們對於外星人 其實我們香港人 還是停留在一個信 有還是沒有 或者是基於一個恐懼 或者猜疑 那些外星人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的認知其實都不是很高 還有很多混淆的信息 我想沒所謂的 大家用一些開放的態度 去找多些資料 那用自己的智慧羅去分析一下 你越找得多資料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整個picture是怎樣的 不想聽人說究竟有還是沒有 要自己分析一下 因為現在上網都很方便 找到很多 影片也有 網站也有很多 還有都是一個 就是 外星文明 還有外星這些事件 其實都是 除了深層次 是真是解決人類當前問題的 其中之一個解決的point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是很關鍵 唯一可行的 我始終覺得 叫人改版他的生活方式 叫新發展的國家 例如印度的中產階級 叫不要買這麼多電視 不要開車 不要學美國人 不要模仿別人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人性 是不可能會自動做到這些事情出來的 我記得我好像也提過 我在70年代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在大學的時候 他們說 一個美國人所用的能源 一生所用的能源 是等於五十個印度人 最近我們看到的資料 是一對二十而已 很快印度人的用能源的能量 很快直逼美國人 到他們這麼多億人 美國人有多這麼多 如果他們每個都 好像美國人的 中產人士的生活方式那樣出現 我們那個 怎樣省年底 拿手洗東西 其實真是不夠的 我們真是不夠的 我們是需要一個 真是一個有效的 乾淨的 免費的能源 我覺得那個免費的能源 為何會被人掩蓋呢 其實Steven Greer這位西人 其實都有暗示的 根本他在2001年 在華盛頓開這個記者招導會 他都說 他說當時很多的電台 電視 很多人來 他邀請了二十一個人 大家有機會在網上一看 很快的 兩個小時左右 他們每一個人都說 他當然時間關係 他不說得多 他說如果我被邀請去美國國會 宣誓去那個證言 Testify 我是會做的 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聽證會 聽證會 如果我要 我會宣誓去聽證 每一個人 好了 這個是2001年 5月9日 到今時今日都未發生 原來 這位Glear 這位醫生 其實他接觸過很多 美國高層的人士 CIA的頭頭 美國的 很多國會議員 但始終這個態度 是未發生的 我覺得為何未發生 其實由正中我 我一向所講 地球的問題 不是靠這些高層人士 來領略 即是醒覺了 要為地球人做些事 而改變地球 地球的最終最終解決 是一定我們的普通人 支持他 買他的兩碗書看看 捐少許錢給他 即是我們百分之二十的地球人 是有能力可以做些事的 不是說要戶口 來捱著生活的 他們是有足夠的資源 是可以做少許的事的 他看到他當時 他一九九九九八年 就想把這個資料公開 公開他 他說我需要籌二百萬 到四百萬元美金 才可以全世界 將這個訊息說出去 他說到二零零零八月 那時候 只是籌到百分之五個五 他覺得不能夠等 是否等到錢才做 於是乎 自己銀河包 大部分加幾個 所謂的自然的人士 好像我們香港人民廣播電台 大家都是自己銀河包 自己自然人士做事 是否 你看到這個例子 他就在二零零年八月份 到二零零年十一月 他就帶著幾個資源人士 到處拿著那個洩錄機 去洩錄不同的人 他結果做了四百幾個 洩錄了一百二十個小時的 他的電視頻 去人家做 他過去在二零零年十二月 到二零零一年二月 他每日差不多十八小時工作 他說 我的工作比我在急症室工作 更辛苦更忙 他熬了一段時間 把一百二十小時的視頻 是縮減到三十三個小時 他在二零零四年 他在他家附近 就開了一個 一個座談會 大概四天 他就在那裏 他就講出他的經驗 這個經驗 最後就是輸入他的本書 其實他的本書 就是當時四五天 那個公開的講座 當時有很多人來聽 看到大家有機會 真的上網去看看 我們需要多些人 將這個訊息 繼續傳播出去 也有機會支持到 大家支持一下他們 我覺得這個地球 不只是我們香港做事 其實地球每一個人 在做的事 都是跟我們香港人有關的 我最近遇到 一個台灣公司 大家聊起來 我也介紹 我們香港的更好的做法 也解釋 我們最近成立一個 健康自由聯盟 他說 是呀是呀 香港人應該做這些事 他感覺上 他台灣好像不關他事 我就解釋給他聽 如果我們香港 稅 台灣就要照抄 就好像現在 澳洲和紐西蘭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麼 紐西蘭 澳洲 就一向有叫做 therapeutic goods act 即將我們 自然那些 天然的食品 草藥 營養素 那些醫療工具 管得很嚴 但是紐西蘭 相比 是很開放很自由的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們地球的 所謂的一體化 這個關係 我也經常說 一些harmonization 那樣 他們想把這些 想紐西蘭 好像跟澳洲 那樣 另外一個條例 是估計紐西蘭的 結果紐西蘭政府 就覺得 有反對 例如第一黨 六黨 反對這些 條例通過 那其實常理之下 他想想 到底這些天然的產品 天然的用具 到底多危險呢 應該做到調查 於是 那個coronus office 那個驗屍官 那個代理主長 就做了一連串的調查 發現根本 從來沒有人死在 這些天然的產品 那方面 那個報告就是 其實這些去調查 這件事簡直 浪費錢多餘 立法管制 這件事簡直是荒謬的 這個全世界最安全的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國家的人 是在做很多事情 我們覺得 如果紐西蘭倒閉 我們香港的地位 我們要維持 我們香港的自由 經濟社會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外國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要參與 因為這個地球越來越小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都 不知不覺 由一個小時 都講了兩個小時 下一次我們期待 盧永樂醫生 跟我們 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我們香港的醫療問題 那個問題 應該怎樣去解決它 好了 多謝大家 拜拜